要健康 要称实 要理财 要学习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好 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收听今天我要你很好的节目 那其实穿衣服是我每一天一大早都会非常烦恼的一件事 无论是年轻一点的朋友或者是熟灵族都是 每天看到这个打开衣柜满满的衣服当中 都不知道今天要怎么样穿大家比较好看 那今天节目现场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 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色彩老师 他本身不但是一位畅销出的作家 同时也是业界非常知名的色彩大师 我们欢迎徐耀之徐老师 哈喽 彼得好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色彩大夫徐耀之 是 首先要先请这个徐老师来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其实徐老师过去的一些有关于一些色彩的一些经历 非常非常的丰富 要不要先请徐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过去的一些工作经历 好 其实要介绍我的工作之前 我想应该先从我为什么会从事色彩这个工作 因为其实早期我真的不是以色彩为主 一开始不是做这一块 对 我从我的学经历来讲 我学校是念中文 中文系 在大学的时候是念中文 那后来因为家里有人是从事建筑工作 后来我 因为他们就认为说念中文你以后要干嘛 是 好 就 不外乎就是中文老师 对 国文老师之类的 没错 然后后来就说好吧 那我就 我研究的时候我就来念那个 就是建筑 就也很顺利考上了建筑 好 念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是这块料 因为真的是很辛苦 念得很辛苦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给自己一个目标跟方言说 我以后一定要当个设计师 但这个设计师其实很笼统 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年纪 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 所谓的设计师 那不外乎就是室内设计师 对 或者是发型设计师 对 范围很大 对 但我已经设定了设计师这三个字了 是 后来就真的 好啦 那书也没念好 就跑去当兵了 当完兵 回来之后 刚好在 就是你知道 我们那时候退伍之后 也不可能马上就有工作 就刚好在路上 遇到了以前在部队里面 曾经认识的这个伙伴 他看到我 因为我曾经是他的队长 他看到我 他就很兴奋地抓着我 说队长队长 你不是很会画画吗 那我 因为我最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 我现在有一个 有个project很重要 是帮艺人 帮那个 帮model化妆 我听到化妆这两个字 我吓到了 我说 化妆跟画画是不一样的 对啊 完全不一样领域吧 对 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但是后来我答应他了 因为我 我回家思考过之后 我觉得 就只是在纸上 跟人的脸上作画而已 这 都是作画 但是素材不一样 对 那我就答应他 至少人的脸是立体的 可能在表现上面 如果能够你把 画画的功力拿出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 应该 对 然后他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把家里姐妹 因为我自己男生嘛 不可能有化妆品 就把家里姐妹的这些化妆品 化妆品全都收集起来 然后摸索了一个礼拜 然后好 我就答应他 到了那个摄影棚 对 然后到了摄影棚之后呢 那一次我的对象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遇到的那个对象 刚好是从香港过来 台湾 刚好有 刚好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艺人 他们是 是有一段时间会 会来做宣传 是 没错 那我刚好遇到他 那他 一开始他看到我 他以为我是摄影师 他不认为我是化妆师 是 所以他也很质疑 但是我跟他讲 你让我尝试看看 让我画 就画完之后呢 他非常惊讶 他镜子一照再照 他跟我讲说 哇 我这辈子没有人 给我画得这么美过 哦 真的 对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 他的那句话鼓励了我 让我非常非常有信心说 我应该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 所以从他开始这个 让我造型完之后 然后到整个这个拍照结束 他之后 因为他那段时间 都在台湾做宣传 所以他到处帮我 跟杂志社推荐 他说你们一定要找 这个造型师 这个化妆师 所以我从一个完全不懂化妆 不懂造型的人 竟然我可以踏进这个圈子里面 是 然后后来就开始 在后期我接触了一些 像现在很红的林志玲啊 还有王安 他们那些 那些比较资深的model 之后我就放弃了 我的这个化妆室的工作 我几乎有十年的时间 我到了台中去 哦 十年 就开始去研究色彩这件事情 是 不只是脸上的色彩 包括我们人身上的色彩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之后 然后后来在85年那一年 出了第一本书 叫基因色彩 也才会有陆陆续续 接下来的一些创作出现 没错 哇 我想这个老师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才能 没想到第一次化妆 是 就让老师 这个化到了这位香港的歌手 然后这位香港歌手呢 极力向各大杂志来推荐老师的一个化妆功力 是 也把老师拉进了这个化妆 这个产业当中 真的是无心插流 那不过呢 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这个 有关于乐陵族的这个主题 很多听众朋友一大早打开衣柜 衣服 洋洋洒洒的一大堆 我想很多年轻朋友也是 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 乐陵的一些族群也是 我们先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下 一般可能比较常见 比较不OK的这种穿搭方式 是一个什么样颜色的一个搭配 是 刚 彼得有提到就是 当你从衣服里面 把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决定了你一天的运气 运气 对 其实彼得你不要怀疑 其实穿着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基因色彩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有基因色彩 我在把基因色彩这个概念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实际上我的学说里面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任何颜色你都可以穿 而且你也一定要穿 所谓的红绿黄蓝紫粉红咖啡 黑灰白 其实你看当我这样一连串 把颜色讲出来之后 你一定会说 我有几个颜色穿起来不好看 其实这是不对的 不对的吗 当然不对 其实任何颜色你都可以穿 但是前提是 你要穿对 适合你的红绿黄蓝紫 这件事情 即便是红绿黄蓝紫 它们还是有深浅的分别 那怎么样搭配是吗 这个时候就不是深浅的问题 是黄味跟蓝味 我们就光拿红色来讲好了 辣椒红跟橘红 或者是所谓的 对 你有没有发现橘红它是偏黄的 它就像夕阳下山的那一颗 产生出来的夕阳红 那辣椒红它的颜色就显得比较冷 比较深一点 对 所以 那个辣椒红为什么会显得比较深 因为它带了蓝味进去 而那个橘红色 因为它加了黄 所以它就会呈现出 红也分成了寒色跟暖色 这样我不晓得比较有没有了解 对 其实是红色印象中 我们都觉得它是暖色系 对 红很热情 很温暖 但不对 就像我们刚提到 它有加了蓝跟加了黄的红 包括黄 黄一直以来印象中 我们也认为它是亮的 它是温暖的 也不对 它也有分成比较冷的西瓜红 跟比较温暖的 像橘黄或金黄 所以你只要一个概念 就是只要加了 所有的颜色 只要加了黄 它就是所谓的暖色 它加了蓝 让你感觉比较冷的 它就是属于寒色系 对 所以等于是任何颜色 我们都可以在身上 做一些不一样的搭配 呃 是 但前提是 前提是你一定要先 确认出你最适合的 那个色彩的一个族群 好 不过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穿搭比较不OK的 这个穿搭式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针对这些 乐林族群 他们如果想要表现的 比较年轻一点 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 一个建议 好 当一个上了年纪 像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人 50岁 老师你不用一直强调 自己50岁 因为真的看不出来 绝对是乐林那一族 那个族群 那其实我先给 大部分这种 想要让自己 变得年轻的老先生老太太 就是包括我们这种 其实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先创造自己的价值 价值非常重要 创造自己的价值 怎么说 其实大部分上的年轻人 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不被重视 然后不被需要 然后 当然第一个 你做太多了 你付出太多 尤其你面对你自己的子女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的孩子会觉得 我妈妈好唠叨 我爸爸好啰嗦 对 其实因为我们要给 我们想给他 可是当你给了太多的时候 其实那就变多余 孩子会认为你这是多的 所以你就不被 你变得你付出太多 但不被需要 所以我首先要先 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穿着 但我觉得你心里的 具备的一些心理的一个数值 是必须要先建立起来的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 创造自己的价值的前提 第一个 你先要有事情做 尤其我们知道很多的退休人 很多退休人士 本来在工作的时候 他都还好好的身体 也都算健康 可是为什么一退休之后 离开职场之后 病了 老了 甚至于走了 什么原因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没错 那个价值是不见的 又加上你被身边的 自清自爱嫌弃的时候 那种打击更大的 我懂 是不是 你怎么会懂呢 因为我爸妈也刚退休 所以我可以理解 我想你也不 你不到乐林 因为那些乐林族群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有他们所谓的生活的重心 它是一个重心 其实有时候 人家说你不要太忙 其实忙不是坏事 但要忙的有价值 你看我还是要强调这个价值 这两个字 好 要有事做 但要做对事 所以我也常常给很多 乐林族的这些朋友提醒 就是说 不要去过多的付出你自己 你要跟你身边的人提醒 你们有需要可以来找我 我非常乐意帮你们 但你们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去付出太多的 我觉得这是创造自己价值的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再回来最肤浅的 一个表现方式 就是改变自己的穿着 我用肤浅这两个字表示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 他并不会做 不重视 对 所以为什么你今天不被重视 还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穿着 会让孩子也不忽略到你的存在 我们知道很多的人 上了年纪之后 他会觉得说 我就穿的比较低调一点吧 对 所以很多的灰色的衣服 就跑出来了 灰色 灰是一个很可怕的颜色 你如果用的不好的时候 你整个人看不到的 你是不被看到 对 你不被看到 那当然 别人看不到你的时候 你自己也看不到自己 所以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目标 也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有一天算一天 这个张开眼睛到睡觉 就一天就是这样就过去了 模糊掉了 所以灰色这件事情 是绝对不要去碰它的 OK 灰色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衣着搭配里面的 某一部分 但不能是你全部 不能是主色就对 对 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 特别喜欢灰蓝灰绿灰紫 最可怕的是花的 我不晓得 我懂 对 为什么我说花的这件事情 比灰色更可怕 就是说 其实那是乱的 你整个人 视觉是乱的 对 所以你看到老人家有两种 一种是他对他人生是茫然的 另外一种是 他的人生是混乱的 他自己 当你穿上花衣服的时候 因为其实人是这样子 人就是一个磁场 对 当你把不对的颜色 或者不对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会被那个服装给影响 你知道为什么戏服很重要 当演员穿上那套戏服的时候 要他演皇帝 他就变皇帝 要他演奴婢 他就变奴婢 是不是 真的 所以我们的一般人的服装 跟戏服一模一样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穿戏服 你就是把那套戏服穿上 你对着衣服穿上去的时候 你扮演出来的角色 就是正确 就是对的 所以我今天要教各位 怎么去选择你的戏服 让你延好你人生的这一出戏 刚老师跟大家讲到的是 灰色跟花色 因为这个穿得不好看的话 很容易就是让你本身的一个 外表看起来比较乱 或者比较黑暗 比较 暗淡 那如果想要表达的年轻一点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配色 可以金老师也跟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我会建议是上下两件式的穿搭方式 当然如果说你怕穿的太不够稳重的话 其实像上衣的颜色 你就可以选择亮一点 下半身就稍微重一点 但这个重也绝对不要是黑色 全黑这样子 对 因为其实就安全考量的话 我们知道夜间走路的时候 其实亮的颜色是好的嘛 是没错 但实际上我们撇开这个安全考量 其实就你自己看自己照镜子 你自己看了也会开心吧 对 其实当颜色搭配的好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好 确实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当你从衣橱里面把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决定了一天的运气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有些老人家他比较保守 他觉得说一下子要给我穿到 这么亮的衣服 他可能没办法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开始从一些比较基本色 你先撇开黑色灰色这样的颜色 黑灰先不要 对先不要 你可以尝试卡齐色 卡齐 或者是白色 白色来搭 你想想看 像彼得你现在用你的想象 对 一件比如说蓝色的衣服 配上了白色的裤子 裤子 它其实看起来是清爽的 对 好 那你只要觉得白色很容易脏 那你搭个卡齐色是不是也OK OK 会感觉很干净 很舒服 或米色 米色 对 对 其实白米到卡齐 它们其实都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色系里面 所以你很好搭 所以你上衣那时候 如果说你觉得 我就是想穿陶黄色 用陶黄色来跟这几个颜色搭 都会是安全的 而且都会搭出来之后 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太 你整个人花花绿绿这样子 对 刚老师也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就是你如果 本身比较没有办法穿全亮的话 你至少可以先把你的上半身 打扮得比较亮一点 然后下半身 走比较安全的色系是OK的 但是尽量不要选择灰色跟黑色 对 因为让你看起来 人比较重一点 是 好 那这个阶段呢 我们跟老师先聊到这边 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 在下个阶段呢 我们再邀请到老师 继续跟我们聊到其他 有关于颜色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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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执行